歡迎最幸福的成年大使 歡迎范范 范瑋琪 好 大家好 好久不見外面的朋友 謝謝 沒事 OK 一起唱 看你成長的選曲 看不出緊張著你 每一看都把我回 我不是安眠 幸福長得那麼多 在外面對我相信一顆心 還給我最親愛的你 你先演出 我都不送你 我可以做這個 BROWN 我這一ر 不離開 Norman 你能夠收到 那麼多 我甚至就是 王阿娥 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是一直说我那个要节奏要稍微放慢一点 可是我每次这样讲的时候我那个好像就一直更快把加冰那这样子 然后其实也是怎么讲啊 就是意外的有一些多没有想象到的安排 然后加演唱会啊 然后今年也是继续把海外的走完 然后还有就是岁北门神这个节目当作导师 然后可以跟学生们Cross Over 每一集可以唱歌 然后自己也很期待 然后我的装集我也希望下半年可以生得出来 我会努力的生 对然后我希望可以做一些不同的东西 然后对啊 就谢谢大家 都现在都还对都还没有没有忘记我 尤其是台北的朋友 我很想念你们 真的 所以呢感觉这个天涯小歌女 红花条给他整个上的很紧嘛 我刚刚提到过六月份除了要忙这个海外的演唱会 继续一些海外城市的巡回演出之外 七月份会到这个内地去参加另外一个DUETS 它是ABC电视台的一个海外版权埋过来 然后对我之后会有一部分的时间待在北京 但是就很期待因为每一集都可以唱歌 我觉得歌手就是这样子就是有舞台就要好好珍惜 然后你有唱歌的机会就要赶快抓住这样的 然后呢回到了这个今天的主题是请这个 我们的这个纯棉大使哦 范范的跟大家聊一聊 是 遇见纯棉幸福 所以想先问一下范范 你私底下的这个穿衣哲学是怎么样 我就是要那个懒人哲学 就是舒服舒服舒服 三大药医药医 就除了舒服之外还是舒服啊 对 我很讨厌累赘的东西 但我也有一段时间曾经那个 悟入企图走向那个流浪案的风格 就是会破衣破裤 现在偶尔还是会 但我会觉得舒服啊 然后 当我们人感觉舒服的时候 穿这舒服的衣服 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很自然 不会有很舒服的感觉 舒服跟舒服 就那一线之间而已 对 那个发音也在一线之间 可是感觉是天差跟地别 对 所以范范私底下的穿衣的哲学就是 舒服 舒服 再舒服 会享受那种没有舒服的感觉 就是什么都不穿的飞 什么都不穿 什么都不穿反而不舒服 是不是 就要黏的东西啊什么 有时候有一些衣服的材质 只要多一点点不是不对劲 是不是整个人就会很轻啊 轻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舒服很重要 OK 所以大家可以加入范范的脸书粉丝团 他经常会分享一些他个人去机场景的那种私服的穿发照 我觉得都很简单的 是都很有戏 而且重点是很私服的啊 谢谢 谢谢 好像是 besides 月尽